原本预计在4月中办理的2022保安林舒适级森林烧来的讯息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延期 随着疫情降温终于要在24、25号两天周末 在花莲礼玉坛南游汽区回归 今年以无感接收森林的讯息为意向 邀请民众周末一起来体验保安林的生态价值 原预计在4月16、17日办理的第三届保安林舒适级活动 因疫情影响而延期 随疫情趋缓 终于将在9月24、25日两天 在收封箱花莲礼玉坛南游汽区回归 今年以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无感体验为主轴 邀请民众一同感受保安林的自然和谐 我们今年特地规划了无感的体验 有别于以往 因为这是第三届的活动了 让民众有不一样的体验 所谓的无感就包含了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保安林的环境底下 能够放松心情、尽情的享受 保安林带给你的所有的收获 除此之外 我们也邀请了28家的独立书店 还有创作的作者在现场跟我们做绘本的分享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还有40家的在地美食 还有手作 让民众一起来体验 我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文青、亲子都很喜欢的苏诗集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 延期五个月 第三届的保安林苏诗集 有好吃、好玩、好看、好听、也有好读的元素 还邀请不同的创作者 透过市集、展览、书本 开启民众身体的五感 一起探索山林间的魅力 特有的书香气息 挖掘保安林的故事 穿搭了鱼潭的多样风貌 欢迎湘青前往一探森林捎来的讯息 记得讲帮演火灵师报导